比特币回撤,支撑翻转在何方? 比特币昨日总算是出现了小幅度跌时,在凌晨时分,盘中出现直线回撤,一度试探9500关口,在9580附近只跌,短线反弹,延续本日继续走出弱势反弹的局面。 整体来看,比特币还是在围绕9500关口试探支撑。 在日线之中,MACD等权重指标开始出现拐头向下,呈空头排列,并且空头量能助全面占优放量。 周线之中,还出现了死差,之前正当年和消化死差目前来看会比较困难,太子昨日也是同比的跟风性回撤,插针只跌在箱体底部,本日行情继续回撤,实体K线已经跌出了昨日的引线部分。 那么昨日引线部分形成的短线支撑已经无效,加之,各类群中指标空头排列,MACD死差出现,空头阶梯式放量,MACD死差出现,整体趋势出现就是较为明显的回撤行情。